昨天是10月4号星期五 早上医药堂在二一三教室上历史与影像的课程 因为要接续上个礼拜 在四一三教室您聆听一位彰化的社工谈 生命的存在与意义这个议题 所以我就告诉同学 我们这礼拜来谈一部电影 就是2002年美国导演郎霍华的《美丽境界》 那这部电影非常有名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教 但我觉得这里面谈到一个数学天才的意义 以及他所罹患的那种 所谓精神分裂症 或者叫思觉失调症的一个痛苦的纠缠 《终其一生》 这样的一部电影 那我就在班上介绍了这个电影的大概 那么也介绍了他在前几年意外车祸 夫妇两个人同时过世的不幸消息 然后带到这部电影里面几个重要的片段 尤其讲到他离病之后 有很多在工作生活 家庭生活上 教学上研究上 有非常大的困难 那么电影呢 把这一段用影像叙事的方式表达得非常的令人感动 但他的数学成就始终在持续的发展 所以电影最后呢 在布林斯顿大学 有一幕就是 在一个最高的学术学者里的殿堂里 那么出示各个学者的一支钢笔 作为对于John Nash的致敬 我觉得这一段真的是非常非常令人感动 那么之后呢 就是他在1994年 瑞典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颁奖典礼上 接受了这样的一个诺贝尔的成就 以及他简短的字词 那么实际在电影里面的字词 就是这个电影最后最精华的所在 他讲到自己一辈子相信数字 这是一个数学的传统 上帝给世界 人类发现宇宙奥秘最好的工具 就是数学 而这一点经过两三千年的数学发展史 已经在许多的科学家身上得到证明 所以在这个重要的字词里头 John Nash呢 可是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回转 他认为最后他得了一个妄想症 精神分裂症 而所有这一切的意义 让他能够成就某一种的人生学业 生命幸福的圆满 并不是来自于数字 也不是来自于数学的成就 而是来自于人个人之间最亲密的 不离不弃的这样的一个陪伴 这才是他发现数学或者逻辑 理性的真正在人身上的更深的基础 我讲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像我的学生大概也都会为之动容 那第二堂课我就先带入下个礼拜要上课的内容 就是2014年的电影《爱的万物论》 里面讲到霍金的数学物理学的成就 以及他的婚姻生活 爱情生活 这一段呢 我特别播一段 他在博士考试的时候 他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 都被口试老师批评 要不是空洞 要不然就缺乏论证 要不然就是 还有很多犹带证明的部分 只有到第四章研究宇宙黑洞 这时空的基点 也就是宇宙时间本身的一个起点 那么这变成是他最重要的一个博士论文的一个创建 以及这么一个的成就 那么最后他告诉他的老师 这用证明的方法 用一个简单而优雅的方程式来证明它 这就是数学家最大的一个人生的美梦 所以我就从这个角度再带到 汪宗欣老师在建国教数学 的长期的生涯 他的东海数学系 让他在建国 就是一个数学老师 而在他最后人生的所剩几年 他居然创造了生命五层词论 然后先开了一个图书馆古籍经典导读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人的完成 这么一个通式的博雅课程 这里面五层词论里面数学的位置 旨在于生去词里头的理去词 远远都还不如生读词 以及到得逞的世界 当然还有天命词 跟天的问题 这样的一个五层词论 我就借这个机会告诉同学 下个礼拜 张泽源老师要请我去讲 在他的生命工作坊里面讲这个题目 我就先把这个档案 很快的报告一下 那也让同学在这个两堂课里面 看到三位数学家 他们对于宇宙人生 最终极的真理 他们的探寻的旅程 以及最后的发现 而到了三世堂 我就移到四医生教室 因为邀请了朝阳科大 李德财老师 他来讲一个多元文化之下 从几部短片 看到多元文化之间的一个 相处之道 那么这两个小时 我坐在前面 就鼎鼎的 他分享四部短片 有一部是讲到巴西 在上个世纪 最后发现的一个原始部落 以及原始部落 开始接触文明之后的变化 那么第二个短片 是讲到宾拉登 攻击纽约 造成911事件 那么全世界对于回教 以及宾拉登 有了开始各种不同的差异的判断 那么他借着一个非洲的 布吉纳索 这个国家的几个小朋友 来谈论这么一个 回教的宾拉登的 一个很奇特的一个故事 而这群小朋友 所讲的居然都是法文 可见当时那是一个法国殖民地的一个非洲 那么第三个短片呢 就讲到有几个导演所拍的短片 叫做巴黎我爱你 那么特别选了一个 法国青年 认识一个回教的女子 他们在一个卸购的一个场合里头 后来出现了很多文化差异 不同宗教习俗的问题 那么第四个短片呢 就是谈到杜可峰的一个短片 讲一个法国推销员到了东方来 应该是香港来兜售他的产品 那么在在兜售的过程中 他一样所遇到了这些不同文化的冲击 以及最后他的调试的过程 那么李德才老师讲这四个短片之后的结尾 他就带入他最近的研究 从易经的挂项里面 他能够解释出来 这些上述这些短片 他们的发展的一个轨迹 以及变化的相互的关系 那么提示了中国古代易经这本书的神奇的所在 那么这也是他最近最重要的 从苏东坡那里所得到的一个晚年最高的一个对易转的修为跟一个成就 那么这是他日后要去努力从苏东坡那个地方去做他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投注 那么中午到了通识中心之后呢 我跟他就用了便当 我们两个人一路谈谈谈 从一点两点三点四点谈到五点 整整五个小时 大部分都是我在问他问题 所以前面的时间我问了很多问题 就希望我把他以前 我记得一些著作论文 写成了专书 尽可能的去问他 写作的动机 以及他所展现的视野与动静 那么我就因为有二十年的友谊 所以我大概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芥蒂 他也之无不尽 也无不尽 所以很高兴我看到他的自学的幅度跟蓝图 那远远都超乎我的能耐跟想象 我只能自探不如 到了比较后半段的三分之一 他也反问我一些问题 譬如我退休的之后的问题 还有等等等等 汪老师跟我的关系 那我就告诉他 陈先生带建国由汪老师来发扬 那他走了以后 这成了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守护 守卫的责任 那么所以我就告诉他 我做了哪些 发扬钱穆先生的一个跟当代 学术思想比较的一个研究的面向 还有汪先生所留下的五层次论 我如何在课程中去研发 去发现 去应用 等等等等 那么当然也谈到 我读史作成先生的著作 发现他跟亚斯普斯的哲学 有非常类似的地方 这些也都跟汪先生的五层次论 有非常类似的一种巧合 那他听了就津津有味 尤其我谈了比较多亚斯普斯的哲学 那么对他专攻海德格来说 他比较陌生 那这也是我觉得 我当时在研究所选择亚斯普斯的时候 后来我觉得 他带给我的哲学的一个怀抱 哲学的一个信仰 是到现在都还始终存在着 那么再由 是作成先生的示范 还有汪先生的示范 我就觉得 最后送给他 这两年读陈英雀先生的 《柳如诗别传》里面 谈到晚明 钱千亿跟柳如诗的复国运动里头 钱千亿的度诗的研究 有三个元素 至关重要 那这三个元素相互的关联 就驱动着一个晚年 钱千亿在晚明成就度诗诗史史的 一个最大的一个成就 那这三个元素 一个是灵性 一个是学问 第三个是时代的关怀 我的意思是 因为李德财老师 他还有一个 长知名山 留足后世的 历言的不朽的 盼望 但他感觉在朝阳很困难 那我的回应是 我在建国 那就更 没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所在的位置 通常会决定 你日后的学术发展的能量 跟这种 所谓的能见度 那么我看到他有一种 很深的一种 遗憾 所以我特别举 陈英雀先生的这样的晚年 在失明之后的住宿 完成了柳如识别传 作为他最重要的 学术成就 那个背后 是跟这个时代紧密的 结合的 这三个元素 所构成的 一个驱动的动能 一个强大的力量 那么我再提到 王先生最后在建国 提倡论语之效 最后过世的这一个事件 李德塞老师当时也有来参加 他的公祭典礼 所以我就呼唤他的记忆 那么提出这一段 其实就觉得就是他可以 用这个角度 即使在朝阳的环境比建国都好很多 他很专心的可以做学问的这样的环境里头 他还是能够做出一个 真正的有生命力量的一个人文学术的一个成就 所以这也是我对他的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勉励 那当然背后 是我几十年来 在这个历程里面 大致是这样一点一滴的做下去 所以大概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先听他谈他许多的一个学术的洞见 他的研究的洞见 他的兴趣非常的多元 最后就谈一谈我自己的一个研究的小小的心得 大概就是这样子 五个小时过去 就是昨天最后五点多 我就送他离开通事真心 最后在全家的旁边 目送李辰达老师离开建国 那么今天在摩洛西的回程路上 现在是两点十分左右 那么就做了这么一个小小的记录 来谈昨天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 所以后来昨天晚上我就用口述的方式 写成一个教学部落格 不过我最高兴的还是 我能够看到施作生先生在极乐园 辩证一表条里面所讲的山史山园 能够放在汪先生的五层次架构里面 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作为有教历史一个最好的一个发现 所以逆心有难以言喻的快乐